打開KTV包廂 清潔人員看到都嚇一跳 直說怎麼那麼恐怖 桌上堆滿吃生的食物 子杏凱 沙發椅上還有刮鬍泡 甚至還有生雞蛋 地上瓶瓶罐罐 甚至連廁所也布滿檳榔汁 氣到讓KTV員工PO上網 已經列入黑名單 那個我聽外場的那個 姊姊那個阿姨 六世紀說她還沒有搞成這樣過 這個真的太適 連雞蛋都跑出來 當時一群人就在28號晚上8點多 來到台南這間KTV慶生 員工表示當時有十幾位年輕人 來到包廂 每小時售三百元的包廂費 慶順四小時 但他們不但把刮鬍泡用的到處都是 還自備麵粉生雞蛋 把包廂弄得亂七八糟 那外場阿姨們足足掃了三個小時 實在很辛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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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——YK